三名敲伤店员用尽全身力气肉身挡门 双手紧紧压住甚至屈膝试图增加重量 就怕大门被强风吹开 没想到下一秒 只见玻璃被强风吹毁 三名店员瞬间被炸飞 货架被吹得东倒西歪 甚至就连天花板也都被掀开 支架也全都掉了下来 这间店就像被炸弹炸过一样 瞬间全毁 幸好三名店员陆续损货架对中爬了出来 赶紧一边关心对方 一边去扶住被吹跑的硬表机 我们住的是今年最严重的一次 最严重 因为之前的台风可能雨比较多风比较少 这间位在高雄古山的超伤 受到山头台风 17级强阵风的影响 整间店被摧毁 风雨渐缓之后 现场人是一团乱 店员上班忙着闪后 这间位在小港医院救急诊旁的超伤 玻璃门同样被摧毁 横躺在路上 整间店凌乱不堪 所有桌椅和货架全都移位 就连灯杆也全都垂掉在半空中 我吓到耶 怎么做 在高雄这是第一次 风势大到路边停放的机车 也都被吹倒躺在马路上 所幸当时店员不在店里 只有受到一点惊吓 拿着扫把把地上的玻璃 统统扫起来 最近位在田津店的超伤 玻璃门同样不敌强风 被彻底摧毁 玻璃散落一地 货架以及店里的商品也东倒西歪 附近居民见状直呼真的太夸张 在高雄好像没看到那么大 山坨台风横扫高雄 造成多数地区出现严重灾情 超商业者的损失恐怕难以估计 三星新闻终合报道 高雄环保局人员忙着清理路导 国军出动帮忙高雄灾后 恢复市容 一早开车或骑车处处有障碍 大树倒下来或枝叶折断车道缩减 不管快车道或慢车道 机车汽车有路走就好 还有人行道过不了 行人直接走在车道上 从空拍画面来看 高雄市四围路上大树倒下 前方路不通封锁线直接封路 和平路上同样遇到树倒要绕路 路口另类地标修剪 像是安全帽的大树倒下 民众直呼可惜 古山伍德殿百年老树 撑过木兰地台风不敌山陀儿 被吹倒的高雄市路数 出估超过一千八百棵 在生活或者是工作 可以尽速地恢复正常的状态 我们还是必须优先地抢通抢血 台风来袭高雄港侧的 十七级强阵风堆高高的货柜 像积木一样一个一个掉下来 东倒西歪直接掉落 连货柜都被强风刮下来 小港区在台风眼内的居民超傻眼 业者要恢复原状 只能再用吊车一个一个重新堆好 用台风架忙着塞后重建 三地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窗边的窗户玻璃整片全被吹走 房间内惨遭风雨侵袭 住户无奈 但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小孩像要被强风给吸出去 只能奋力用爬的爬出房间 高雄前镇区有民众拍下自家八楼惨况 从房间到客厅 没有一片玻璃幸免 全被台风吹爆 家具东倒西歪 屋主无奈写下重建家园 适条漫漫长路来到玻璃行 好几片窗户都已经换上新玻璃 这回山陀的台风威力 让玻璃行修到没料可用 三行惨重的还有正户人家 铁皮屋顶整个不见 影片放上网路 屋主还留言 不好意思 我家屋顶去砸到你 就不知这山徒儿台风 有没有感到拍死 还一堆高雄人要砸钱 修屋修窗 三地新闻综合报导 门后带了真雨棚硬生生被吹落在地 堵住家门口另一头 告示牌当场被拔起 磁砖机车和路数倒的倒塌的塌 山徒儿台风在三号中午 从高雄小岗登陆 首当其冲的除了小岗 接着就是骑京区 一度刮起十二到十四级的强震风 民众一早也先来关心现场状况 我七十快要八十岁 还没有遇到这个风那么大 中大那枝囊很大 有到金钉的 很大 身材很大 你看阳中我站在路上 那都背起来 那都用起来 不知渡轮站受到波及 骑京市场招牌铁笔被追歪 店家一早也是出门清理 台风天不能营业 业者坦延损失惨重 营业额至少减少一半以上 因为风太大三天没办法营业 另一边天凤宫 水塔上的铁皮屋顶不提强风吹息 从顶楼被吹到一楼 地面上也是布满铁皮残骸 就是原本应该要在水塔上面的 这个铁皮屋顶 却直接种撒在这个天凤宫的 看到这样的惨况 庙方也是相当心疼 讲到哽咽 被强风好与影响的 还有骑京露营区 员工一早也是忙着整理园区 台风虽然减弱成为热蛋性低气压 但民众的复原之路 才正要开始 监视器拍下台风肆虐 夜市摊商招牌摇摇欲坠 最后整个倒在地面 情况超级惨烈 目前光好夜市都是这种小餐车 遭殃 因为小餐车比较轻 昨天的强震风 把好几台的餐车全都吹到 翻桌 风雨过后夜市摊商重返现场 有的人摊车整个被吹走 有的人则是被屋檐压毁 摊商们拿着大大小小的给西医 修复自己的身材工具 损失多少暂时不敢想 何时能营业 没有时间表 都是撕掉都会走 那些都不能用 连那个碗跟那个水桶 什么都吹久了 不只光滑夜市受创惨重 林雅区的心中商圈 也是满目疮痍 招牌倒得倒歪得歪 夜者忙着收拾善后 回忆三号风雨肆虐之际 余计有存 东西都是到处乱飞啊 都不敢出门啊 看 出来看到那个招牌 那么大支的招牌掉下来 我真的花毛呢 夜市摘饭堂言 他们都是看天吃饭 只怕山腿离去之后 雨暂时别再下 让他们好好清理善后 只怕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三一新闻正好报道 太扯了 我都真的不能停 那边信号没有停 你看全毁了 高楼住户拍下停车场 十几台车被铁皮撒毁画面 高雄三明区一处露天停车场 台风天不知从哪飞来的铁皮钢架 把好几台车几乎压成废铁 车主隔天来看爱车 变成这副模样 实在傻眼 爱车暂时开不了 车主只能先收拾车上的一些私人用品 没想到车子贷款还没缴完 就遇到天灾 那一头高雄市区路边停车阁 也没好到哪里去 刚买一年的车惨遭路数压毁 车主只能苦中作乐 跟爱车拍照留念 路数压毁爱车 车主不排除请求国赔 但依照过往的潜力 除非能证明路数管理确实有疏失 才能构成国赔条件 不然台风天灾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车主实在难以求偿 三地新闻王毅德 黄新城SN小组在高雄采访报道 行外围拉起层层封锁线 远景轮班深夜驻守 内部空间银行保全也丝毫不敢松懈 坚守岗位位于高雄明雅区 中山复兴街头的三角窗位置 遭受暴风袭击 瞬间门都没有 两面墙垮掉 被人调侃变成开放式露天银行 就怕小小趁细闯入 远景跟警卫24小时加强巡视 同样是一级受灾户 青年自强路的另一间银行 门面也被吹闲 重兵把守的 还有前政区的汽车百货商行 重创整个高雄市区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旁边是一间汽车百货 不过它已经没有门了 因为整个门被吹垮了 不仅玻璃门窗被吹破 天花板塌下 两长楼建物门面受损严重 内部摆放的汽车用品 也都乱成一团 伺候一早风雨停歇 人员忙着灾后清理 清点财损 风很大 把这个玻璃整个吹垮了 昨天晚上就有保全 进驻来这边 对对 二四小时看顾 被搬走的可能 对对对 三角窗啦 没有遮蔽 高雄是第一次最强的 高雄民众说 这一次山陀儿带来的灾损 几乎是他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 位于山脚窗位置的店面 不敌暴风 惨不忍睹 赛地新闻高雄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